那死海的意思是那個水進來只進不出 所以叫做死海 那你看到這個圖片就可以知道 有一位姊妹問我說 她不會游泳 在那邊會不會怎樣 有些照片更誇張 在上面看書 很有意思 然後到了死海 就是要體會一下 然後有人就是把那邊 因為很多的礦物質 然後摸臉什麼的 聽說死海的化妝品 是世界有名的 也很奇怪 因為約旦河也有 約旦那邊也有 那個死海有一部分是在約旦那邊 可是約旦出來的東西 就沒有以色列出來的東西那麼有名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離開了這個死海 我們會在死海住 離開死海之後呢 我們就到那個 叫做所謂的 加利利 加利利 會在一個提比利亞 加利地方有個 你看到這個 加利利湖的左下角 有個提比利亞 加利利湖有一個叫加利利海 那也有叫提比利亞海 提比利亞湖 所以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們去要看主耶穌基督在那邊 祂傳道的地方 所以很多 沿著那個湖很多的景點我們都會去看 特別是加百農啊 提比利亞啊 我們都會去的 那麼我們也會到去坐船 Boat ride 體驗一下 主耶穌基督當年 在加利利海上面 那個 風浪起來的時候 的那個情況 那麼會在那邊 有可能 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去吃 那個當年的那個 那個彼得魚 彼得釣上來的魚 我現在先不告訴你 彼得魚是什麼魚 OK 好 所以我們在那邊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行程 然後呢 我讓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有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看那個 加利利 我就 看這個地圖 就可以看到 在往南邊 就是一個撒瑪利亞 撒瑪利亞 那就剛剛也就解釋 為什麼 為什麼 要到耶路撒冷 直接走是要經過撒瑪利亞 可是他們不願意經過撒瑪利亞 所以就往 這個約旦河以東 的地方 波利亞 然後你看那個 看看那個相對的 相對的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 在中間 在中間的地方 這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拿撒冷 在 在那個地方 加利利海 那 所以他 他 他 他要到 耶穌 要上 耶路撒冷 要經過撒瑪利亞 如果說直接走的話 好 我們去了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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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呢 去 會去 加百 農啊 會去 啊 彼得 寿 职堂 彼 啊 對 第六天 第六天啊 第六天 對 第六天啊 也要稍微講一下啊 第六天啊 我們會去 博善 博善 像我剛剛一開始都講啊 博善是 是 十成啊 十 十成之一啊 那博善是 那個 西伯來文 那麼他 我們去看啊 他有一些遺跡 就是很 當年 遺留下來的 那麼博善這個地方呢 也是一個交通要道 所以會經過 那麼 我們會去 加拿 加拿就是 主耶穌基督 在那邊辦 參加一個 第一 他行第一個神蹟 那邊有個 加拿婚宴 加拿 那我們呢 要看看 我們當中 夫妻 有沒有意思 再宣誓一次 按照基督教的這個 誓詞 再宣誓一次 如果有的話 那我可能會請那個張牧師呢 幫你們證婚一下 哈哈哈哈 我跟我太太第一次去 後來也在那邊 再證婚一次 被證婚一次 因為我們結婚的時候 我們沒有按照基督教的 那個儀式辦嘛 這挺有意思的 這是加拿 加拿 然後我們會去拉撒勒 主耶穌 長大的地方 天使報喜堂 就在那附近 然後在提比利亞附近 有加百農 彼得受職堂 彼得受職堂是什麼呢 就在第七天 彼得受職堂 就是彼得 主耶穌 互活以後 在加利利海旁邊 他們在打魚 然後主耶穌 問他們有得吃嗎 等等 後來主耶穌 就三次問彼得 你愛我嗎 你愛這些比我更深嗎 那那邊就是有個彼得受職堂 那個地方 for some reason 很多人在那邊很受感動 我跟大家講 我覺自全時間侍奉 最早也是在那個地方做了覺自 就是在那個情景之下 我也說不出來為什麼 就是感動得不得了 眼淚掉下來 彼得受職堂 五明二余堂 八福山 八福山 耶穌在山上 講道 等這些地方 然後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要不要去約旦河洗禮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如果要去 我們可能要再重新做個調整 有人 待會兒會再 伊朗會再問一下你們 如果我們要去 有人要想在那邊再重新洗一次 基督徒不需要重新洗 大家搞清楚 也不是說在約旦河洗 就變得更慎潔一點 沒有 不是更屬靈 但是這是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大家有人喜歡 願意在那邊 那我們待會兒會做個調查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到耶路撒冷 第八天 會經過那個 會經過塔伯山 米吉多 蓋撒利 雅法 雅法 雅法就是聖經裡面講的約伯 然後去到耶路撒冷 去耶路撒冷的時候 我們有一段時間會在旧城 幾乎是兩天的時間是在旧城 那麼之外有一天的一天的時間呢 是在其他新城和其他的地方 橄欖山等等 那麼我特別把這個旧城的圖打給大家看 那麼那上面呢 有我們會去 在這個旧城的地方呢 我們會去 看一些 不同的景點 那麼其中呢 我先跟大家看下面一張圖 這是英文的 對不起 就是旧城呢 它分成四個區塊 右上角 右上角是 穆斯林的區塊 左上角呢 是基督教的區塊 左下角是Armenian的區塊 右下角是猶太教的區塊 那麼猶太教它就用六個星 基督教用十字架 穆斯林呢 它就用月亮來代表 那麼這些我們會去哪裡呢 我們會去基督教的區塊 我們也會去猶太教的區塊 這兩個地方都會去 那麼基督教的景點呢 我們會去苦商路 苦商路有十四個 十四個stop 我們就你看到那個地圖上面 那細節我就不說了 那苦商路你就會 真的是 這是在經歷主耶穌基督 他要定十字架之前所走的那條路 這個真的是 真的有些地方 當然不知道是不是當時 真是主耶穌基督的痕跡 但是有些地方他們是說蠻確定的 所以就好像這個歷史就在你眼前 我們為什麼說去到聖地 好像3D 甚至我們說4D 這就在你眼前 那聖經上面的這個事情 就活生生地就在你眼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中國大陸旅遊 我相信大多數人都去過 我去中國大陸旅遊有這種感受 因為在中學的時候 讀了那些詩詞 然後到了那個 哇 到了那個地方 哇 你看 那個詩詞就在你眼前 那感覺就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基督徒到了這個聖地 尤其是到了這個耶路撒冷 到了耶路撒冷的時候 看到了當地的那個情況 非常非常的激動 非常非常的激動 好 這是在旧城的 旧城 會去基督教的景點 包括了 壁士大慈 苦商路 聖木堂 就是埋葬主耶穌基督的地方 包括伯大尼 包括西安山 那麼在這個 另外的地方呢 是在猶太區 那麼我們會 我們會去看這個 猶太區比較 我的照片沒有照出來 不過大家都可能知道 在聖殿山那邊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清真寺 那個 那個東 還有我們會去看枯牆 那些都是很有名的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那圖片了 回去看大衛城 David City City of Davy 所以這些地方 基本上 我也沒有辦法一一的圖片給你們看 要不然會占掉太多時間 每一個點都值得花一段時間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會去花園種 我們會在那邊做一個communion 做一個波柄 在花園種 花園種就是 就是主耶穌基督死的時候 那首先 他被埋的那個地方 就是花園種 然後呢 我們會去參觀以色列的一些博物館 以色列的博物館 那我在講這些的時候呢 我就跟大家一起 來 來 怎麼說呢 就是說一起來 勉勵 彼此勉勵 我們這個行程當中 要有三個心態 首先 我們要知道 我們優先秩序是什麼 我們叫靈修學習團 所以 我們絕對不是採購團 但是我也知道 既然跑那麼遠了 不買一點禮物回家 這也是 不合情理 所以我們會給你們買東西的時間 但是請大家注意我們的重點是 先靈修學習 然後照相 然後才是採購 我們會 但是 但是我們這個團呢 過去的慣例呢 就是盡量 不會說絕對不准採購 但是盡量 盡量採購時間少一點 盡量採購時間少一點 那麼靈修學習 我們叫靈修學習團 靈修學習包括些什麼呢 包括當然有當地的牧師的講解 還有呢 我也會做一些 每天 會做一些靈修的分享 還有我們鼓勵到 如果時間許可 到一些重要的景點的地方的話 我們請大家默想 會一段時間請大家花時間 然後小組分享 所以我們待會兒分那個小組的時候 以後你們就這個小組 這是我們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在某一個景點之下 我們可能會發一些 默想跟分享的這個題目給你們 那這個地方你們就聽過的 這個當地牧師的講解 那麼自己也知道以後 在那個現場那個reflection是很不一樣的 很不一樣 那我就說在彼得的壽職堂 看到那個雕像 看到彼得跪在耶穌面前 耶穌問他 你愛這些比我更深嗎 這些就是在加利利海的那個對面 就可以看到世界的環滑 那個感受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看時間再來決定 分享的時間有多少 但是這是我們這新的嘗試 小組分享 不只是個人默想 有小組分享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在哪裡 那麼我們到了那個景點的時候 很自然會問一個問題 圣經上面記載的事情 是不是就在這邊發生呢 真的就在這邊嗎 那我們就會鼓勵大家 就是說不要問說在哪裡 只問說有沒有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的一個心態 我們的一個態度了 譬如主誕堂 主耶穌基督的馬朝真的在這裡嗎 哇呀那個排隊啊 擠得人山人海啊 那有一些是天主教徒都還要去清一下 我們就去 五炳二魚堂 真的是這邊主耶穌基督當年 就是這個用五炳二魚 那個神機的地方嗎 彼得寿子堂 花園種 甚至都是 有些甚至有一些爭議的 說主耶穌基督可能不是在那個地方埋葬 在另外一個地方埋葬 還有升天 升天堂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印子 他們說主耶穌升天的時候 那個腳踩在那地方 他們說主耶穌基督還要用很力的踩一下嗎 都不要問這個問題 我們到那邊就是真是 就是聯想 默想 哎呀 主為我們擺上了 還有我講到這個古今聯想 心態古今聯想 就我剛剛也說過了 到那個曠野裡面 我們都要坐那巴士嘛 那巴士當時坐著開馬 開到那邊停下來 當年 當然沒有巴士啊 哪有馬路 有馬走的路 不是我們今天的路 但是你就是要想像當年的情況 想像當年的情況 有一些教堂根本當時是沒有教堂的嘛 那個初期教會的時候哪裡有教堂嘛 都在家裡聚會嘛 對不對 所以對那個教堂也要理解 這是行程當中的心態 那麼行程以後的心智呢 我們有彼此共勉 有三點 第一個 我們有不再一樣的心態 心靜 就是你看到那個聖經上面講的 主耶穌基督彼得在加利利海 他那麼大膽要跟主耶穌一起 在海浪上走 那你親自到了加利利海的時候 你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人生的困境 就想到我們當面臨年生困境的時候 就想到主耶穌基督怎麼樣的來勸勉彼得 對不對 那這是第一個 心靜上不再一樣 第二 我們讀經也會不一樣 我相信了 因為有一些是知識性的 聖經的歷史 聖經的地理 在那邊可以看到 比如我剛剛我們聖經裡面講說 上耶路撒冷 他明明在地理上 他是在南邊呢 但是為什麼是上 原來他比較高 下耶利哥 從耶利沙倫怎麼去下 下耶利哥 耶利哥比較低嘛 野地的花 我們會唱嘛 野地的花 真是漂亮 旷野 還有拔幅等等 這很多很多 你可以想像到主耶穌基督當年 在那邊教導他的門徒們 那門徒在那個地方怎麼樣受教 好 不一樣的行道 這我說過了 主耶穌對比的說 也是在對我們說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這是我今天呢 先跟大家做一點preview 一個overall的preview 那麼我接下來把時間交給Eva 他會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有關於這個logistic這方面 哪些要特別注意 哪些要特別注意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你來我們聖言資源中心的聖地靈修學習團 那你在當地你就會看到我常常在這邊 揮舞這個旗子 然後就知道我在哪裡了 知道大家要在哪裡集合了 因為其實我們去很多的景點 很多地方都人很多的 所以就是人跟著人走 有時候就看不見了 所以就大家都要認得這個旗子 就跟著這個旗子就跟著這個旗子走就好了 那我會呢 我部分的責任就是拿著這個旗子 告訴大家我在這邊等你們 那所以請你認著 然後還有在外州的朋友也請你認這一個 我們會在Franford的機場等 那我也會拿著這個旗子在那邊等著你們 那今天真的謝謝大家來臨 我是想說 勾付一些logistic跟你們 那首先呢 你們都拿到這一張圖嘛 對嗎 這張地圖 這個地圖呢 應該是彩色 可是是黑白 所以你要看到有A,B,C,D,E,F 然後那上面呢 上了Segos嘛 這邊有幾個城市 安曼,Petra,Jericho,Dead Sea,Sea of Galilee 跟Jerusalem 然後我考一考你們 剛才牧師講了那麼多的地理 你可以把那個A 那個可以認出A是什麼地方嗎 排一下 安曼 大家都有上課 太好了 然後Petra是哪裡呢 南邊B B 對,南邊B 所以我們第一天到安曼以後就往南 到那個Petra 然後Jericho是哪一個呢 C,對,對 然後我們就會從越當過關去 Jericho,Jericho 你剛才看到的是在West Bank 就在以色列那邊 所以那天我們會一起過關的 然後到以色列那邊 然後 Dead Sea在哪裡呢 D,對,然後我們就會往南走 然後去D 然後Sea of Galilee呢 E,對啦 我們就會往上 然後在Sea of Galilee 我們也剛牧師講到很多的景點 我們在那邊會有兩個晚上在那邊 就會跑那邊附近的景點 然後最後Jerusalem在哪裡呢 中間 中間 中間哪一個 F 對,然後我們就會跑回去 不是跑回去 上耶路撒冷 上去 然後我們在耶路撒冷有四天 在同一個旅館住十天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其實這個呢 為什麼跟你們講呢 是因為大家考一考大家 因為呢 到時候呢 我們呢也會考試的 到最後的時候呢 經過那麼多天呢 我們會有一個考試 看看你們學了多少 然後也會有一些獎勵給你們的 所以記得囉 要聽課 那… 不要緊張 就是有獎勵性的 沒有懲罰性的 嗯 考得好給獎勵 好不好沒關係 可不可以下次不能來 下次再來吧 下次再來 對 好不好 下次再來 重修 重修 然後呢 然後大家就拿到 請問大家就拿到這一個表嗎 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請呢 Pass一下好不好 請Pass一下 那… 這個呢就是我們 Page 1 就是Hotel Information 那Hotel Information呢 就是我剛才跟你講的 那個 其實我跟你講的ABCDEF呢 就是我們會住在那個城市 不是說我們… 我們跑會跑很多地方 可是住是住在那邊 然後是按著順序來的 你們的那個… 所以呢 如果你有朋友家人 想知道你在哪裡呢 這個你可以Pass一下給他 那其實呢 我在你們 我已經把這個File E-mail給你們了 如果你們想要 Make more copy 可以Just copy this Or just send it out Right 那你就知道在哪裡 然後呢你看那個 其實沒有什麼地址的 因為那些地方也不像 在這邊什麼路啊 什麼幾號沒有 可是呢 在網上是看得到 然後可是那個電話是通的 所以如果他想要 打電話到旅館 這個是OK的 所以給你們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呢旁邊就是room list 就是你們的房間的分配 然後呢 都已經訂好了 除非你特別不想跟你的配偶住在同一個房間 沒有就是除非很特別很特別你說我真的不可以 那你再跟我商量一下 可是這個都已經訂好了 OK 所以這個room number 1 2 3 4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到時候呢 我們拿了鑰匙 就是到旅館的時候 我拿了鑰匙我就會說 沈牧師你的鑰匙 然後Robert Tan你的鑰匙這樣 你們房間就找一個人來拿 就是了 然後呢 第…到 next page next page the small group list 那small group呢 為什麼我們有small group呢 我們想到大家呢 我們就一起的話 有一個照應 就是有一個small group 然後另外一個作用呢 就是點名用的 就是我一個人不能看27個人都到齊 然後所以我需要一些group leader 然後幫我就是照顧一下 看看大家都到齊了沒有這樣子 然後那個組呢也是已經分好了 那好像有一點改動 可是這個不重要 到時候 我現在也分也可以 我們不如分著做 大概先認識一下也好 然後有一個改動就是若南跟 Bill跟若南呢 你們就來我組 然後Eric就去沈牧師組 所以變成A組 A組有沈牧師 有唐青他們不在 然後就有Eric他們 請呢 請一預部 這group的坐在一起好了 那B組呢就有羅先生的那門 然後還有張牧師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一組 B組 我B組 對 B組 對 C組 那就有我跟Lillian跟同弟兄跟 跟… 對 Bill跟若南 對對對 我們C組 對 然後… 然後… 我們大家都是長一組的 還是同一個小組 還是我們的小組 所以你們是一組是嗎 對 你們一組 你們另外三個朋友在外地 在外地 所以他們今天沒有來 可是他們會在那邊 OK 然後第一組 然後你們坐在一起的話 就選一個組長 然後他就是負責告訴我 大家都到齊的那個人 我呢 我會點名 所以呢 就大概…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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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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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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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迫的 你們 Me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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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們 Erica Erica 主長 你很重要 就是你要看著小組 你們的小組活動 我們很多 剛才牧師說 我們會有小組 討論 也是有小組行動 那行動呢 就在下一步了 你看到下一步就是 Group Ticket Itinerary 那我們到時候 我們就是這一 我們這一群人 全部都在三番市出發的 所以我們全部都在那一天 當天一起出發 這是24號 大家不要忘記是24號 24號 24號 2點05分 你看看這邊 需要計程後 check in 3個小時 下午2點05分出發 然後我們就說11點 11點到期 所以就是說你們先到的話先去 check in Check in以後11點集合 我們到期我們就一起進去 gate international 因為我們這次是去Franfork 我們坐UA去Franfork UA去Franfork 所以我們在international那邊 你知道嗎 就是check in 自己check in 然後進那個security 不進Franfork 一起進 所以對 所以就是你們 一組一組起動 一組一組起動 對 然後我進去了 然後我在那邊等你們 我們什麼時候弄個E-Mail給我 什麼時候E-Mail給我 我已經說了 然後如果那一天等一下 如果那一天你們遲到或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的手機在這邊 408 206 3086 在美國 在美國都通行 你們一定要打電話告訴我 譬如說對不起 我現在那個交通很塞了 真的現在到不了什麼什麼 11點到不了 你要一定要告訴我 那我才知道 所以一定要 不然我就會找著 打你們手機要看你們在哪裡 如果看不到 所以你的手機是international 不是 不是 所以我們到 如果到Juruson就不能打電話 到一時而一就不能互相打電話 對 你不能打這個電話給我 我不會接的 然後呢 然後呢到機票啦 機票你看那個 group booking number 看到這個group booking number L85 L1 amp 這個就是你們 我們的reservation number 所以呢 其實你現在到UA網上 因為全部都是electronic ticket 沒有 ticket的 然後你到UA網上 說我要找我的 ticket 你就打這個進去 你的confirmation number 然後打你的last name 好像是last name last name進去 然後你就會看到你自己的ticket了 那你就print out這樣子 你可以print out 對 也可以到時候print out 然後可是到時候你到那邊也是給他這個 他也知道 就是也會找到你 然後很重要 我是按照你們的passport name來的 那所以我check過很多次 可是呢還是請你們回去 可以的話再check一次 如果真的有錯的話呢 一定要很快告訴我 因為他現在很嚴 就是你的passport name一定要跟你的機票 name一樣的 所以就只有這個L85 L1 M 就是你們的record locate 我們的record locate 全部一樣的 然後位置都已經畫好了 因為是group ticket他們幫我們畫的 嗯 那如果你說要換位置啊什麼什麼的 你要自己要到那邊 對 換畫或是你到那邊機場跟那個小姐說 你要換什麼什麼的 好不好 那個你剛才講的那個就是說 我們拿teg的那個名字是照我們的passport 對passport 因為我那個名字 我自己的這個名字在這裡面只是 對對那個不是不是 是照你的passport的 所以你 這個名字不是照 你才是照你的 這一個不是 這個這個 這個是跟你們name tag一樣 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name tag是什麼 好 然後呢 下面呢就是那個 那個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那你要認一下那個導遊 導遊在Jordan的導遊就會藏跟我們一起 然後以色列的導遊就藏跟我們一起的 所以導遊的cell phone number 如果你譬如說我走勢啦 不知道到哪裡 第一個要找導遊 導遊就是他會帶著cell phone 他藏在這一邊 然後找不到 然後還有這些那個mark 就是他的 我們的agent來的 然後他有那個電話 然後他找不到他after hours 還有一些電話在那邊 所以這個電話呢你們可以帶著 然後呢其實呢 在 對 the name tag 誒 這是這個帶著 所以Eva表示我們也自己要帶電話去啊 如果沒有電話去哪邊找電話大盒 對 你可以帶也可以找人問一本 你可以帶也可以找人問一本 這個是personal preference 我等一下再講的時候再談到那邊再講 請你們打開你們 我剛給你們的包包 剛給你們的包包 那裡面有一個袋子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name tag 就是你們的name tag 然後我是按照我知道你們的名字 那可是你不喜歡給人家叫我 譬如我不喜歡人家叫我Eva 在你的name tag上面 你的名字我覺得我不喜歡人家這種人叫我 要叫什麼名字 那你要跟我講 我也可以幫你改的 現在到那邊就不能改了 然後有你的名字呢 中文名字呢 最重要其實呢 你帶著這個牌子 我們就知道你是我們的人了 所以最重要就是這樣子 因為呢 到時候人也很多 然後大家剛開始可能也不太熟 所以也不認得 可是呢 一看到這個 就是要大家就慣召一下 過來了 過來了 開始了 或是怎麼樣 然後那裡面呢 中間呢 那我就夾了一張白色的卡 白色的卡呢 就是我的emergency number 所以為什麼你常要帶著它呢 如果真的萬一走失的話 你還不會找那個什麼 insert診找你的number 其實你的tag裡面 你的name tag裡面已經有你的number 就是那個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所以請你們 這個包包裡面的東西 都要帶去那個旅行用 然後呢 包包裡面還有什麼呢 還有 還有 luggage tag luggage tag呢 拿出來有三張紙的 有一張綠色的呢 綠色是給你們第一天去Franford用的 就是因為上面呢 已經有寫我們安曼 我們的安曼Hotel叫Geneva Geneva Hotel的地址 就是萬一行李不幸慢了走 或是或怎麼樣找不到的話呢 他會他知道這個地址就會把那個行李送到我們的旅館 所以這個是第一天用的 有第一天的旅館 那把 請把你的名字寫上去 然後呢就放在你的check-in 因為是check-in才會有可能不見嘛 check-in 然後就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也給了一個check-in 然後可以綁在你的 就放進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這個就綁進你的那個行李箱裡面 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呢第一天過後呢 當然我們就不會再去Geneva Hotel了 然後呢以後呢 就請你用藍色這一個 藍色這一個 他有兩張 一個是給你的carry-on 一個是給你的check-in 就把你的名字寫上去 那這個呢也是 雖然不是很好看 可是呢也是請你綁在你的行李箱上面 因為呢很多時候呢 我們旅館也很多人嘛 所以行李箱我們一看 就知道這是我們聖言的那個旅行商 就是那個luggage 然後我們就放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那些司機先生也認得這一個 也知道這個是我們的 所以請你們也是要使用這一個 那這個有兩個 有兩個tag 有兩個人 對 那Franfer那一天我全部都是carry-on 都沒有check-in 我可以帶carry-on去那個tour bus嗎 我就這個箱子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然後呢行李呢 我們免費的呢就有一個check-in 跟一個carry-on 還有一個小包子 包包這樣子 所以check-in呢不能超過50磅 所以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那第二件請你應該是100塊 那有沒有很需要的話 請你不要帶第二件 因為我們的旅行車 我們也是每次要進進出出也滿麻煩的 所以我請你就是一間check-in 然後一個carry-on這樣子 不是不是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免費的可以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需要買很多東西 你自己再帶一個的話 他第二個check-in他就收你100塊這樣子 50磅 22、23公斤 對 然後 好 大家對這一個有沒有其他問題 要怎麼用大家沒有問題 這上面為什麼 這個不是我們password的名字 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只是name tag 這個password 你們的我 這個可以改 可以改 可以改 你告訴我 我幫你改 You can do this 那是cómo 它們兩個改嗎 Group number 沒有group number的 這個是你們的 噢這個小number 那是你們的那個 我們給你們的偏好 因爲有時候呢 我可能是 我距行也不太好 我就講 15號 15號 對不起啊 有時候 我距行不是太好 然後 15號不見了 然後15號是哪裡了 噢在這邊 對,我是希望11點大家都已經check-in了 然後可以ready to go into the gate 大家可以一起進去那個gate Check-in counter的附近 對對對,那邊附近集合 對,因為大家集體活動呢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早呢 因為我們是要過團體的生活 那如果大家都過團體的生活 大家都準時我們都早一點 那我們就腳步可以慢一點 那可是如果大家都有一點差距的話呢 這個時間就不會到deadline,deadline 這樣趕趕趕這樣子 所以是時候 這一次我們除了去以色列體驗 那個以色列人怎麼過生活呢 我們也體驗我們怎麼 基督徒怎麼一起過生活 因為我們13天一起 大家都要大家很多的包容 很多的愛才可以在一起 對,如果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就知道 就是這個要很多的體諒 這邊也有講啦 對,寫得很清楚 對,然後我很快的go over一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對 好,那我就跟著這一個講 那如果你們什麼很快的講 然後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告訴我 那大家的天氣就是13度什麼 這個是Celsius 那我們如果在Farer High的話呢 是大概 我剛查了一下 那邊很晴朗 也比Average 熱 大概都要Jordan 82度 就是High 82 然後Low是61 F 然後Jerusalem 81 然後60 在提比利亞也84 然後你要到死海的Petra那邊更熱 對,所以那一天已經都熱了 所以 對,也會有太陽 所以你們記得要戴帽子啊,傘啊 可能要穿一些短袖 可是有些女士們像我這麼怕帥 所以還是穿長的 可是cover it 可是呢,雖然是這樣子 可是晚上可能也會涼一點 所以呢,jacket還是要戴的 尤其是去Farer呢 Farer那邊就比較涼一點 66跟47 所以因為我們出去就是66了 就是跟這邊差不多冷 比這邊冷一點 就是 就是在Farer那邊 他靠球裡能不能穿短褲的 能不能穿短褲 那個 有些教堂不好 不可以穿短褲 所以呢 所以那 如果我們在死海的話 Dexy 我們是不是加到哪個水 可以游泳 可以游泳 對 所以那除… 好了 既然女士們很注意服裝的話呢 我剛剛說過短袖啊什麼 可是呢 還是穿一些 短褲 不要很短的褲 可是就到這邊的 對… 過濕蓋的褲子 那就兩個 還有戴一條裙子 如果我們有Sunday Service 如果我們有Sunday Service 如果我們有Sunday Service 然後給大家大的 想要大的那個絲巾 我一聽話也講 披寫的可以嗎 可以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對 因為也是回家國家 所以要端莊一點 我想大家都很端莊 然後 然後要記得戴泳衣 因為我們會去提比利亞啊 那些都是resort hotel Datsy那些都可以有的 然後就戴那個拖鞋啦 如果要取的 對 然後最重要是一雙很舒服的鞋子 可以走路的 就是因為每天都應該也走蠻多的路 所以要很舒服的 那邊說 如果你買新的鞋子去那邊 所以要先那個串一下 對 走走看 不要到時候才發覺不行這樣子 好 所以衣服就大概 那個 那個石海 石海的 他那邊毛巾 你下去游泳啊幹嘛 要沖水 那那邊的毛巾呢 是要付錢的 那如果你不想付錢 你再給毛巾就可以了 嗯 不能沖會痛的毛巾 嗯 對 然後 時差 到時差呢 時差是 它比我們快九個小時 我算一下 如果我在那邊 早上七點 譬如說我們早上七點起來 或者是morning call的話呢 這邊就是九點鐘晚上 就是三番四的九點鐘晚上 那如果我們到旅館大概 吃完飯八點左右呢 就是大概這邊的早上十一點 所以大概 所以如果你要跟這邊的家人聯絡 大概都有一點概念 就差九個小時 他們 比我們快九個小時 就是說 我們在那邊 這邊就會十天這樣子 好 對於換率呢 這個 美金 一個Jordan錢呢 大概就1.4美金 跟euro差不多 然後一個 新社科 New Shackle的話 就是0.3 USD 然後大概有人問說 帶錢要怎麼辦 那其實美金呢 在那邊都很通用 除了在那個歐洲 可是在美金呢 都很通用 所以你可以帶一些零的 這大 一塊、兩塊 如果你要換 然後可能你用的時候 它就會把你 就找當地的錢給你 然後你就有一點當地的錢 這樣子 可是美金也可以用的 然後如果你要買很多東西呢 信用卡也可以 所以也不要帶很多的現金 因為呢 因為呢 那個 這個 這錢東西呢 都是要 要好好的 take care 自己的take care 的錢 然後 很重要呢 就是你們的旅行證件 記得 那天 Franford來的時候 不是去 San Francis的時候 記得要帶你的證件 你的passport 是有人不記得的 真的 真的有人不記得 有人真的不記得 因為 東西太多了嘛 所以我們其實 有這個帶子給你 你可以把東西都放進裡面 就organize一點 然後記得要帶 passport 然後我們也建議 你把passport給引印 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真的如果很不順利的 這樣丟了還有那個引印本 然後還有你們的 買那個旅行保險的話 如果你買了旅行保險的話 你記得那個旅行保險 那個單子要帶著 還有要記得那個number 是打什麼number 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幫你打的話 也要知道那個number是什麼 就是你的當地 要聯絡的number 還有你的那個 你的contract的number 對吧 所以你買了的話 一定要帶 然後旅行資料 我剛才已經給你們了 如果你需要的話 可以給家人 那電器用品 我們今天就送你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鞭壓器 不是鞭壓器 只是這個換頭 就是說 因為那邊的頭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這邊是扁的 那邊是圓的 那邊是圓的 應該是圓的 然後 然後你插進去 然後你這邊就插 你要帶的電器 進去就可以 可是這個不是鞭壓器 就是說 你這類是220的話 我們這邊 110 不能用 所以你記得要 自己要鞭壓 就是 不過 基本上 如果電腦型不需要的話 電腦型 所有電腦 電源器都是110到240 所以 唯一有可能 在我想像當中 就是 你的 吹風機 那一般的吹風機 也可以買110到220的 我們這邊都有的 很多商店都有的 所以 像那個 那個 吹風機 像那個 吹風機 那個都是 那個都是 半電 半電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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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部分的 半電都有 都有 所以 所以 在那邊是110的 以色列是220 220 對 220 對 所以你要帶電器 要好好檢查 這個只是給你說 可以擦 就是我們用電器可以擦 好 然後呢 下去第一的就是 醫藥保檢 保檢 對於這個 還沒有其他問題啊 這個 這個 有沒有問題 好 我說電壓器要不要買 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要買 我就是如果帶我的iPhone 或者iPad 你說iPhone iPad 這些都不需要 就是 在Charger不需要 他就說在Charger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有其他 特別用品 自己要知道 對 對 你要考慮一下 然後 對 然後 醫藥保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要吃藥 好 記得你要的藥 一定要帶在身上 你需要吃的 你要帶足夠的 因為我們去13天 然後也要記得要放好 然後呢 我們呢 就給你這個水杯 送你一個水杯 然後 這是小小的 你可以拿水 記得那邊的水龍頭的水不能喝 就要用bottle water 那有時候早晨啊 那些你就可以裝一些 然後有時這個是保溫的 所以有一點熱水 放在裡面 就小小的可以做到那邊 那吃藥也很方便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再講一下那個藥 他都要帶進來進去 你不要放在那個 插進去的垃圾 萬一你的垃圾 對 對 對 然後 然後就操練身體 衣出還少 所以 所以 衣出不少 不是還少 衣出不少 所以大家現在呢 也不晚啦 如果你有時間 就多走路 多走路 然後是最好的運動 就是吃完飯要走一走 有些人出來就走一走這樣子 然後 其他的 我好像都已經cover了 剛剛講的 那 要帶聖經啊 筆記本啊 然後記得要考試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要記得 然後藥物已經cover了 衣著已經cover了 靈錢已經cover了 行李拖運 好像都 所以這些衣服 代幣零錢 信用卡 這些我好像都已經講過了 行李已經講過了 行李拖運 行李上 記得你的carry on 它有 它UA是說 那個長貨高加起來 不能超過45英寸 所以這個 對 所以你要回去聊一下 對 長貨高 長貨高跟寬 長貨高加起來 不能超過45英寸 對 長貨高 長貨高不叫寬 寬 對 不叫寬 對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對 對 你們如果以前是買到大的行李箱 可能現在不行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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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聖經都不帶 戴手機 對啊 對啊 你們個人 我們會用 剛剛有人問說 可以不帶真的 就兩個人帶一本聖經 我說都可以 現在手機有聖經 什麼的 反正我是告訴你們 我們一定會讀很多聖經的 所以在旅程 我們一定會需要讀聖經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聖經已經在你這邊了 OK 不用帶 聖經在這邊更加好 可是我們日常就是我們鼓勵你們帶聖經 你能問 長貨高跟寬45是Carry on還是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不是Check in Check in是50磅 50磅 沒有長 沒有match 可能有 可是我不記得了 我要查一下 其實你們上UA的網站談最好 就是那邊就是他說的 他說的帥 對 對 然後聖任行李 我講一下那個行李是這樣子 Check in 機場沒有問題 就是每天去旅館 就是要走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會有morning call 譬如說我說八點半morning call 那你八點半做好了 然後可能半個小時以後 就把行李都收好了 然後就放在你的那個一班 就放在你的門口那邊 然後就下去吃早餐 譬如說九點上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 那個行李就會有人幫你 從你的房間帶到上面大堂 然後司機一定要我們先認自己的行李 才會搬我們的行李上去的 所以他不會 你不去認的話他不知道這是你的 所以你要吃早餐之後 就要去看看你的行李在樓下 然後跟司機說這是我的 OK 那他就會搬上去 所以就每天這樣 然後到旅館的時候 他司機也會這樣把我們的行李 然後他會搬到那個Lobby 然後有些旅館就會知道你在哪個房間 就幫你拿 然後很多時候就是你要告訴那個Bell Boy 說這個是我的行李 什麼103號房間 然後他就會幫你放上去 這樣子 然後那個有時候我們會Tips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Tips那些小費 就你們不用來出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已經集體都收了 所以集體都收了 所以集體都收了 所以我會就是我們會take care這個 除非你特別覺得他很好 非常特別好 我也不反對你Tips他們 可是這是不需要的 對 那導遊跟司機也是 我們今天已經收了 所以也是那個也是我們都已經take care了 好 行李留在門口外頭 安全嗎 門口外頭啊 不是早上吃早飯的時候 先把行李放在門口 然後我們下去吃早飯 對 你可以帶一個鎖 其實你就鎖著 規定是怎樣 對 是一般的 一般的規定是怎樣 我做的東西對 我會做什麼安全 沒有問題 對 就 唐柔也說的對 是重要的東西一定要帶在身上 什麼passport 什麼你的錢 你就不要鎖在裡面 就都帶在身上 這個一定要注意 因為爬手啊什麼都 就有可能 對 你上死海的時候怎麼弄啊 不能帶在身上 你已經check-in到在hotel了 我們上死海的時候 我們死海游泳 不會說停下車你在死海游泳 我們是你要到check-in了hotel 在hotel裡面 已經check-in了 安排了你才去 在hotel裡面可以游的 因為我們hotel就在死海旁邊 所以你意思說我們就把passport放在hotel裡頭 也可以啊 有問題嗎 保險 有保險箱 有保險箱 有保險箱嗎 應該有吧 這個 應該我都這樣做了 對 對 就你下去游一游 然後你吃飯 那你洗完 那吃飯才拿走這樣 對 有一點建議啊 嗯 就是說 你看carry on 最好 帶一